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因为我刚才讲的是那个广义的元宇宙 现在可以有机会来谈谈比较狭义的元宇宙 我认为确实是有这个节点的 比如说风月宝剑 它是一个用语言艺术这样子创造的一个元宇宙的这样的一个节点 但是呢我是在想下一个节点 不光是分辨率的提高 这个指标的提高 它是外形的一个改变 您说是轻变化对吗 对 人性的欲望它一直在那里 可是这些欲望它用什么东西来承载 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我觉得已有的这些VR XR什么这些 我觉得不足以承载 这个我们现在这么庞大的一个元宇宙的这样的梦想 有一个叫发型定律 就是任何一个毁发型的产品 它都是没有真正的这个大众市场的生命力的 跳出这个这个发型定律 这个是个例外 这个绝对是一个元宇宙的bug存在了 我的理解是如果以一千万来说 我觉得还是一个现象 但是还不足以成为一个拐点 我觉得拐点可能是要到上一级 我觉得这是一个拐点 刚刚说到可以把它先分成这个产业和消费 那我觉得消费可能是一个爆发式的一个 一个现象级的产品产业 它更加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发展 在这两个阵营里边都可能产生一些 现象级的一些公司现象级的产品 那我觉得他们那边可能这个整个生态 要比这边稍微更好一些 尤其在消费领域里面出来的话 可能会跑得更快 但是中国一向来说魔法的能力也非常强 所以也不要低估我们国内企业的能力 另外一件事情 我觉得是在创作和制作上面 就是我们未来要去打造一个虚拟的世界和元宇宙 我们怎么去叙事 我们怎么去讲故事 我们怎样去用这些元素 现在大家除了在游戏里面的一些创作手段以外 大家在这方面探索还比较少 游戏只是一个开位的前菜 创作手法 创作手段 讲故事的叙事方式 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元宇宙本身的塑造 我们比较关注这个 因为我们在做一些工具类的东西 这是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快的两个点 怎么来理解这个元宇宙发展的这样一个节点呢 曾经所提到的 我认为中美两国的这样一个decoupling 是对两国都是两败俱伤 为什么 因为市场根据是双人驱动的 因为市场技术很难有研发的力量投入 如果严教授刚刚所提到的 说VR的这样一个设备 没有能达到轻便化的这样一个程度的话呢 它是不太可能普遍化的 其实你会看到整个市场上面的人群 你可以分为几类 第一类是领先者 或者是叫藏先的人 第二个叫追随者 这个市场它是抛物线的 抛物线到追随者用的时候呢 它才成熟 到最后是那些最晚进入的人 所有的技术的发展都服从这样一个趋向 所以这是非常依赖于硬件设备的这样一个投入的 在元宇宙的判断上面 我觉得是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更看好的实际上是工业的元宇宙 越是痛的地方 越是容易被你接受 解决了工业的痛点的问题 它是有存在这样一种发展的一个趋势的 非常非常认同你 非常有启发性 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就觉得 其实消费者市场它并没有我们想象的 就是已经那么兴旺了 从内容到硬件 很大程度的局限在那些发烧友 但是在2B的一个这样一个市场 这方面恰恰是我们元宇宙 目前应该着力去开拓的一个地方 而且这是比较少争议的一个地方 2B的这个市场 一方面它是健康的 稳健的 使用的 而且是更连通现实的 能够产生国民经济的这个效应和推动GDP 元宇宙来了以后 未来我们会不会内卷 我们要做哪些社会学的 人类学的这个哲学方面的一个思考 元宇宙给我们带来的是自由 或者是对自由的渴望 那包括这种一种释放 想象的这种释放 创造的这种释放 然后把虚拟东西转化为现实 然后把现实又进行一种重新构建 就是开拓了很多的可能性 大刘就是一个新陈派 也是一个流浪派 流浪一球派 这个当然很好 我也觉得就从人类以往的历史可以看出来 其实刘成英最喜欢举的例子 就是走出非洲 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了无数的副产品 然后又锻炼了人类的雄心意志 克服困难的勇气 我们未来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不容易 相当不容易 无论是花费 还有这个时间 还有人类技术的瓶颈 能源燃料 薛吉先生他其实是回应一个资源的稀缺 空间的有限 那么这个有限我们可以同时向外 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同时向内 是的 所以虚拟空间当中 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大屋子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可能只有一个方寸之间的一个陡势 可是它在里面可以享受一种 非常开阔的这样的一个风景 这个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能够解决问题 因为文学艺术本来就是解决这样的一个有限的资源 但是危险也在这里 对 因为你很可能沉溺在这个里面 你忘记了现实和虚拟的一个差别 你形成了一个闭环 封闭的 内向的 内卷 那么这个也就是很多人对这个元宇宙的一个担心 所以我觉得整个行业思考的一个点 就是怎么样避免这种内循环 沉浸在这样的一个闭环当中 我们的文史哲 带着我们的历史的经验 参与到这样一个技术发展的 正向 当中去 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联络教理 我们不是一直在讲人类命运共同体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超越 人性就是要不断地超越 打破界限 希望元宇宙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能够帮助我们破冰 人性是不变的 技术是中立的 你最终元宇宙往哪个方向去发展 取决于人自身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创造它 所以让我们一起走进元宇宙 创造元宇宙